第十五届海峡两岸绍尔美术大展新北展于20日到24日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总管展出 本次展览主题为一起 精选人来自海峡两岸、港澳、马来西亚约400幅作品 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出身长大的孩子花笔下 探讨他们对于一起的认识 不论是一起逛夜市或是一起放天灯 都能透过画作看见孩子们单纯快乐的生活 今日举行开幕式 现场聚集了许多贵宾参与 所以有时候人要走出自己的这个认知以外的 你才会去发现更多的世界 也了解到更多的一个新的地方 尤其在艺术、文化、体育、教育等等 其实越多的交流 我们彼此可以更多的理解 然后未来在很多的方面可以共荣、共存、共创更好的一个未来 那小朋友们透过这个品牌 一起学习、一起成长、一起展现他们的才华 中国国宝猫熊与台湾黑熊和仙共处的画作 更是对两岸艺术交流最好的诠释 透过展览 让艺术画得以交流 拓展大众视野 本次新北展结束后 将于27日开启花莲展 让台湾更多人可以欣赏孩子们的艺术外 对于两岸生活文化也能有更多的认识与理解 记者林心妮、王柏佑、新北报导